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花花营业中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佳妮 大家好 我是买超 佳妮觉得此次参加花花万物买超的表现如何 肯定要回做一半 两位还记得第一次见面对方给自己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当时她就是贼美 然后那个灯光比较昏暗 然后就朦朦朦朦的又美 然后又会聊天 又很温柔 很好接触 我觉得这个男孩很可爱 然后挺阳光的 好瘦啊 现如今用三个词来形容对方的话会是什么词呢 美 美是必不可少的 然后 好 然后 棒 美好棒 然后 然后 就是 越 越长 越好看 傻萌呆 如果让对方改掉一个毛病的话会改掉什么 希望她 改掉 吃饭 老丢东西 这个毛病 老是到楼下了到车上了 哎我这没拿 那我就上去拿 或者她又上去拿 对 老丢三辣四 我觉得就是 她不要突然想到什么事情 自己就去做了 希望她可以跟我说一声 提前跟我说一声 假招呼 假如两个人交换身体一天的话 会做什么事 我想去 男错所溜的一会儿 我想去洗个桑拿 我也想去洗个桑拿 开玩笑了 我就想出去逛街 为什么 我要让大家看看我的大高个儿戴上腿 然后要呼吸一下上面的空气 然后站在人群当中 就这样看见一切生什么感觉 其实要交换身体一天的话 我还是想跟她在一起吧 看看我 她眼中的我是啥样的 两个人吵架 谁哭的次数会多一些 她啊 很可爱哭 对我哄她 她都 她可难过 对我哄她 别生气 乖 我知道她错了 道歉最好用的方式是什么 我觉得道歉最重要的方式是 我认为最重要的方式是 真的把这个问题 或者什么说清楚 然后大家都明白 你在意的点是什么 其实就是尊重吧 我觉得除此之外 没有什么可以更好解决的办法 最近两位频繁一起上节目 买超是要为出道做准备吗 没打算 说实话 我不知道 我其实就是 想要不去拍戏就行 其实 我们去参加完正人秀以后 就会有很多 就是一些人会来找买哥 什么出道 就是我会觉得对于 我们两个来说 这有点奇怪 为什么呢 就是首先她还有她自己的事情要做 其次我觉得比如说像一些 针对她自己擅长的部分 可能她可能会去参与这样子 但可能你说她就完全傻也不干了 就出来做这个 我觉得可能不太可能 对 除非是我自己投钱 要不然我肯定不让她去 到时候给人家添麻烦 张嘉妮最近粉约朱一龙 买超觉得和朱一龙谁更帅 朱一龙帅啊 朱一龙肯定帅啊 那肯定朱一龙帅啊 那肯定朱一龙帅啊 真假的 但是在我心里面最完美的 老公 谢谢 知道嘉妮喜欢朱一龙的时候 是什么心情吗 我没什么 她觉得这个演员挺好的 我觉得没有关系 就是我们没有什么说怎么样 就是单纯的去讨论说 这个戏 我们觉得谁会比较好啊 我们就说 我们挺喜欢这个演员的 他演戏演得蛮好的 就是觉得这个 就是单纯的欣赏别人 好 对对对 以后聊不得 就这种 你说买超很期待有一个女儿是吗 很期待的 以前是非常期待 现在当然也期待 但是这东西 我说实话还是感觉看命吧 老天给 这孩子是男是女 其实都好 都可爱 两位算严厉的父母吗 适当 我们会跟孩子玩 但孩子太小了 现在还不知道 我们会跟孩子以后打招 就男孩子 该跟他严厉的时候 要严厉吧 孩子 篮球 老婆 买超如何进行排练 老婆 孩子 篮球 工作 孩子 老公 家妮如何进行排练 孩子 老公 工作 能一直未来儿媳妇的样子 花还是不花 不要不要 我不希望那天那么快到来 慢慢长大 10万块钱的道歉代价 花不花 花 花 可以值得花 误会解除 一点小误会 不好 其实也可以花 花吧 还花得花 花吧 花吧 最喜欢的物品也有瑕疵 五折售 花不花 不买 特别喜欢 她不喜欢的人工作 她不AA的情况 花还是不花 我必须解除 我不喜欢人 我绝对喜欢吃饭 花 不能欠人人的 远超预算且浪漫的婚礼 花还是不花 不花 不花 超预算 超预算也得花 那哪有钱 且浪漫 那家里什么样 你不是这样 且浪漫 那也不能花 不能花 吃饭偶遇前夜 花不花 不花 我干嘛给个情人解除 那也是 不能给人买单 对吧 她会给你买 那不好吃 对